大家好,我是大刘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干扁土豆丝 把土豆丝干扁成土豆饼 吃起来软糯,老少皆宜 我们来看一看怎么制作 准备两个土豆,削皮起劲 先切成薄片 再砍成细丝 土豆丝越细也好 撒上食盐,拌匀 做到这里,很多朋友会忍不住 要加上两个鸡蛋和面粉 其实不用,土豆本身富含淀粉 原味更好吃 淀饼中预热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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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酱入蛋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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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收藏并转发 谢谢大家明天见